避免民眾過度囤積口罩 政府嚴拧要採實名制 也就是拿著你的健保卡 到家裡附近的藥局 就能離口罩 無論超商還是藥妝店 日日都可見買口罩人潮 避免民眾傷身又廢時 在野黨要政府改善 發放口罩的方式 健保藥局跟健保卡的 這個登入方式 來建立實名的一個第一步 那這樣可以解決 囤積上面的這個狀態亂象 不僅數量該管管 通路更是重點 但問題是 該如何實踐實名制 最多人提出方案 就是善用國民專屬健保卡 只要到全台6000多家健保藥局 插入卡片登記 就能輕鬆領口罩 藥局這個作業面的 這個三片其實是滿老名的 我是建議就是說 譬如說我們預計是一個月 就一次一個人就是10片 就是插卡進去 就是申報10片 另外藥士還建議領口罩 也能一化管理 如果能比照領藥制度 在內建系統凱里一項口罩 清楚標示 發放數量領取日期 若沒有一次領完 就標記尚可領取的數量 如此一來就能確實管控 每個人所擁有多少口罩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好 因為主要是因為說 你在其他的地方 他們沒有辦法直接刷你的健保卡 去確認你的身分 就這樣很好 就大家都有 應該是可以避免囤積吧 現在正在研議中了 那但是因為這個 要做往這邊來走的話 其實很多地方是需要去考慮的 那我相信那個行政院 很快就會跟大家做說明 其他的健保卡是我們考慮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 而若部分偏遠地區沒有要 局新北市長侯友宜則建議 能其地方鄉里長協助登記發放 民眾樂見口罩徐明志 政府也積極研擬方案當中 就是希望防疫工作能更變明 記得領域上網的魚太報導